很多人是未滿18歲的 那在法律上 我們在11點之後 是會被警察 就是警察會通知少年隊 讓少年隊把我們的人抬走的 所以希望我們在此呼籲 就是各位 可不可以拉更多人來上街 保護我們的學生到超過11點之後 讓他們問我們可以順利的進行完 這個過夜的行動 不然 我們在晚間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學生 以這個名義被帶走 我們希望各位在場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上 無論是FB PTT 或是任何用電話聯絡 請人來守護我們這群未成年的學生 因為假設超過過晚的話 我們的確會被驅離 這場運動 我們能不能撐到明天早上 就看各位有沒有 就看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守護我們 我們這場活動成敗就在各位手上了 沒錯 現在我們不管 不論是日期非常急迫 只剩下一個禮拜 就連其實實際上狀況 我們對我們對於課綱其實越來越急迫了 而且我們也越來越 我們越來越感受到越來越多壓力 要是今天因為這樣子的 因為這樣子的兒哨法關係 而我們使得我們學生大部分都被驅離的話 我想接下來只會有更加加劇我們處境的艱難 所以我們希望在此呼籲民眾可以上各個網站把你的朋友拉出來 讓他們保護學生在這邊 不要因為兒哨法什麼 保護就是兒哨法的關係以保護學生的名義讓他遣送回家 這邊我們學生留下來保護的是我們的教育 所以我們願意待在這邊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努力地號召新粉好友才上節 我在此以台中中蘋果樹公社發言人陳建雪的名義 在此拜託各位 拜託各位盡量動員來守護我們未成年學生 拜託 拜託各位 拜託 謝謝各位